丰民乡公所去年向教育部争取获得8000万元的计划经费 将在一地重建图书馆 而为了让乡内以及旅外的乡亲也能够参与了解图书馆的建设计划 今天下午特别以开直播的方式来举行名为阿美圣山下的图书馆说明会 线上线下也热烈讨论 建筑设计师在竹语诗翻译下 向族人说明以阿美族吉隆阿山来发想设计的图书馆建筑 应地质疑的绿建筑设计概念 展现文化场馆、旅渡驿站以及记忆分享三大特色 打造东海岸新亮点景观 也透过了线上直播图文并茂详细阐述 可以借由这个玩意 它有点像防风点的作用 把风碎化 然后让我们建筑物直接直击到我们的墙高 那因此我们的建筑物玻璃的一些利面 它的抗护强度可以借由渐变式的接触到我们的风力 就比较不会有重压过大的问题 近几年峰冰箱积极向上 争取大型建设计划 获得补助经费是一件一件的创新高 其中去年12月份 乡长江丽婷亲赴教育部提报 争取获得8000万元补助经费的阿美盛三下的图书馆披荐案 今天下午的说明会 商工所干脆就开直播 让乡内以及旅外的乡亲同步参与 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的图书馆能够在大家的期盼 能够是在地符合的 那希望透过我们的直播 那也希望大家旅外或是其他关心 我们风冰箱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案子 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言 风冰箱首开先例 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图书馆披荐计划案的说明会 不仅线上留言热络 线下到场的部落头目干部也都热烈讨论 有没有停车阁 有没有停车位 如果说没有停车位的话 我们的观光客也不会停下来 不是我们再加码一下 那个经费我们头目就在那个地方 开会 也就是像我们上次去参访这个 海端乡的一个物馆 他们一个还蛮不错的 比较缓托 他也是一个可以让 不管是轮椅或者是不方便的这些长者 可以去到楼上 有没有障碍空间 对 这一点我是觉得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将近部落的马达塞都比较年老 风冰箱立图书馆老旧不复使用 这一次向公所借着政府优化图书馆服务环境计划资源 一地重建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创造具在地特色的建筑景观 说明会后 向公所以及建筑设计师也针对了地方所提出的意见来做调整之外 乡长江丽婷也进一步表示 若没有问题 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发包动工 并且在113年批建完成 记者是玉兰风冰采访报道